阿羅哈 親民喵咪 打戰爭時間了 那今天歡迎收看我們要來去看一下 我們的日本版本啊 先來去把我們這邊的這個 檢定賽給他打個就是 抵朝天喔 就拿更多的獎勵這樣子 所以大家如果玩日本版本的話呢 也千萬不要錯過最近這個 日本版本的這個活動啦 那今天要幹什麼東西呢 今天啊 哲平在這個 抽卡這個地方啊 發現了就是我們這邊的話 基本上這個活動轉蛋 欸 是真的很猛欸 因為他是萬政節派對 然後這邊的話 你只要累積我們這邊的這個 靈魂的這個東西 你主打道具的話是可以獲得 繡菌或是白金碎片 或者是這個 XP100萬的喔 其實三個 所以這邊有白金碎片可以拿 所以要趕快來收集一下 我們這邊的這個 傳說中的這個靈魂喔 所以這個鬼魂大騷動這些啊 就是要趕快來給他貶一波這樣子 好 那看一下我的這個 黃金會員啊 又沒了好不好 所以這個找時間 又要來給他弄一下了喔 本來目前來說 這個萬聖節的這個活動啊 算是歷代的活動比較特別的 就是 他會送你這個白金碎片 因為基本上以前白金碎片的話 都是在我們就是那個 月間的這個活動的時候 才可以就是拿到了 所以這個哇 直接用我們這邊的這個靈魂藥瓶 就可以拿到 還算是蠻爽的 所以我們就要多多來刷一下 我們這邊的這個靈魂的這個瓶子喔 那今天大家也因為知道 欸 怎麼講話什麼 好像有點就是微微縮縮的比較小聲 因為現在是我們這個11月11號的凌晨4點24分啦 好不好 哈哈哈 最近都是這樣子 其實我以前基本上都不會就是 半夜才錄影 除非就是有出門喔 因為我現在基本上就是 白天如果有出去的話 我就不會先把自己做吧 我想說半夜再來就是做一下這樣 以前基本上都是做完才開始 就是幹嘛之類的啦 但是現在基本上 整個已經就是那個 先出去再說 先出去再說 嗯 網美打卡經典也沒問題 然後這邊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拿到很多這個鬼魂了喔 這個鬼魂的話 今天還算不錯啦 因為你只要把我們這邊的XP啊 又是或是我們那個什麼 把我們這邊的XP啊 或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欸 白天碎片啊 還有我們這邊的這個 卷子喔 給他拿到基本上就會 頂爽了 基本上這一次的活動就差不多圓滿達成了這樣 鬼魂奮力版的樣子是吧 沒關係 我待會就是叫出那個 伊賢納奇跟我們的這個扶諾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好 直接扶諾走起 來是 好 這邊給他往前進啦 然後這邊待會的話 有5千億 我們一樣就是叫出一隻 扶諾來幫忙就是 做更多一點點的輸出 然後看起來這邊的話 唉唷 我們有這個天使套可以開欸 不過我沒有抓準這個時機啦 好 不然這邊的話應該是要把這個墳墓也一起 就是進化掉了 但是沒有抓好那個時機 嗯 不過這邊伊賢納奇 唉唷 伊賢納奇有在同塔吧 應該就可以 然後這邊來一個 緩速機會 有了 就把他捅死了 OK 沒問題 鬼魂奮力抵抗 還拿到最棒的地圖 然後這邊這個三次就沒了喔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邊下面的這個 萬聖節的這個白鬼夜行的這個環節喔 這個應該也是可以拿到我們這邊的這個 不少的這個幽靈火啦 我們待會也來去抽一下那個幽靈火 看一下他那邊的這個獎勵會不會真的很難抽 還是其實我們一抽哇 直接三個獎勵 全部都拿到了 那感覺也是鬆嘎歪歪喔 喔 來了 這邊的話是這個 貓頭鷹的這個 紳士啊 紳士貓頭鷹 有點緊麻煩 這邊居然是放我們的這個主儀取欸各位 大家來遊行吧 這罐的話應該也是可以拿到不少的這個 幽靈火的吧 欸沒有欸 他居然沒有給我那個欸 沒有給我那個火欸 我還以為這邊一定會給我那個火 所以看起來好像就只有我們第一個這個 活龍關卡會給你火而已喔 嗯 沒那麼簡單囉各位 來啦 揮腳貓 有囉 呦呼 然後這邊 撞起來撞起來 然後 我開別 有啦 開殺五 這邊提些納奇 可以再捅 喔齁齁 捅一捅二捅三 來一次 隨便 咻 來啦 大家來遊戲 貓咪轉券欸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給你一些小支援的 他不會就是一定百分之百給你那個 火焰這樣子 他如果百分之百給你那個火焰的話 那這個關卡就要趕快刷一下 反正這一次活動的話盡可能啊 因為我也是 已經看到這個就是那個他送的東西 我才哇要趕快刷一刷了 不然我原本是不知道他原來還會送這個 白金碎片 白金碎片 very重要各位 取得一張白金券 好不好 你就可以就是百分之百獲得一隻超雞貓貓的 那也是頂爽的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就可以了 所以他這邊是不會給你那個啦 比較小可惜一點點 他沒有跟那個一樣 那超恐怖惡作劇這邊的話 感覺應該就會有 對這邊就是 那個 他的這個感覺都是道具 那超恐怖惡作劇這邊的話 哇是喵力打欸 蛤 原來嗎 結果 那打的關卡好像就只有第一個那個關卡 他會給你那個 給你靈魂火焰而已 其他好像都是給你這個道具環節而已 讓所有人睡過頭 欸這是一個新的這個街道的這個那個 新的街道的地址 你看旁邊還有那個警制符號 旁邊有那個小貓跟強貓 大家不知道有看到 其實我們這邊上面有一個黃色的這個菱形的這個錦標 好 警制符號 裡面有這個小貓跟這個強貓 好 喵力打欸 然後再來是這個 讓海水變成這個 讓海水變成果凍 好 沒問題 關卡來說的話 應該都不會造成太多的這個困擾跟壓力 感覺應該都是 蠻好去給他點起來的齁 這邊看起來 喔唷 欸 那個不一樣囉 黑色噴噴是吧 但這邊如果順利打掉的話 應該是可以讓他們多這個錢 齊退 這邊用這個黑節來打一下一般性的 然後我們這邊扶諾跟疫情娜奇 就來打這個 有屬性的黑色噴噴他們 基本上應該是穩定到不行 淹死炮 這邊應該是沒辦法開到閃 有了 那這邊看起來是完美了 連筒 好 那黑色噴噴這邊被取決掉之後的話呢 基本上就沒啥太大問題吧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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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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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各位 這邊看一下 喵力達B 所以這關卡的話就是給你很多這個 喵力達緩解吧 感覺是這樣 OK 那這個應該就是 因為我們這邊好像也有這個通關次數 這關好像也是那個三關 然後在這邊 我來把這個給打掉 NICE啦 喵 怎麼突然 欸 這是那個欸 巧克力犬圈的欸各位 那來一個黑節 一個犬圈 黑節走起 呦呼 有啦 然後這邊來一個章魚圖貓 擋住啊 這個 貓頭因伯爵應該就是飄不幸迷了 所以我們用這個章魚圖貓應該是不做 喔唷 欸 這邊居然還有這個欸 居然還有 公主踢騎士嗎 這感覺很像 那個丟我們的罐頭 那個很像 那個馬利歐賽車那個妹妹 哇 這罐是超級無敵那個欸 這整個超級無敵混亂的 各位這個場面 好 再加一隻這個扶努 看起來每一隻基本上都是有屬性的 OK 丟罐頭的那個妹子已經不在了 水喔 這也是很難很難穿欸 OK 好險那個熊熊五人組好像是不需要進化 他就不會繼續進化 他好像這樣就可以了這樣子 nice唷 nice唷 我們直接打掉了 nice 那這邊的話拿到了蠻多的那個 就是那個了 我這關就是有三關 不過你可以那個 你有那個 你有那個很多那個 哎呦 完了 我沒有把這個打掉欸 居然只剩下那個欸 只剩下6個小時了 各位這個 哇 少了一個暗貓眼石啊各位 先扁一下好了 趕快 臨時抱佛酒一下喔 那這個肯定就要吃一下那個 喵力打的這個部分了 好不好 那個 不能跟這個 不能跟暗貓眼石過意不去 好這關打完我先那個 我先那個給大家看一下那個抽卡的這個環節 然後我就試一下把它給點完好了 有時候就是會這樣會忘記啊各位 打完東西就忘記了 不過這個有暗貓眼石 鐵丁一定要 那個 給他解決一下 這不解決太可惜了 OK 三人請 然後待會就是派出那個誰 派出我們的這個 凱斯烈 黑凱 哇怎麼沒有這個 變色龍環節耶 對有變色龍環節 快開燒開燒開燒 還有這個大賢女莉莉 來個擊退緩速 再來一個扶螺 這個 這隻那個蜥蜴也是挺麻煩的耶 對啊 不過這邊全部一概都解決了 nice 沒問題 不要打慢各位 我在按這個的時候這個很容易就是 會用那個其他手指頭 就按到那個加速的這個環節 就把那個加速關掉 不知道為什麼 超白癡的 而且我要自己就是 我每次自己要去按的時候都按不到 然後我這邊不想按的時候 他就自己回到 然後他就會切換過去 這也是挺麻煩的 應該三人血印 好待會我們來去抽一下 我們這邊的這個東西 希望搞不好一次就把我們這邊的這個 活動的這幾個獎品 全帶回家了 有沒有可能 第八路 我跟講我今天這個抽運是真的很好 從那個 早上的那個什麼 荒野亂鬥開始 看一下 這次應該是不錯的 來我們直接給他弄起來 這邊活動19個 直接給他拿一個了 來 白雞碎片轉到就轉 來啦各位 這真的要來轉 這邊是個十百千萬 三萬的XP 貓形電腦 三萬XP 一萬XP XPUP 貓形電腦 雞手 洞察仙機 完了 超衰 啥都沒有啊各位 不過在使用轉蛋20次的話 就會獲得這個主打道具 所以這個是有保底的 那大家趕快來參加這個萬聖節派對啦 沒有問題